美国的Delta-4系列火箭有一个跟所有人都不一样的地方 那就是非要把自己烤焦了以后才肯飞上天 你看在发动机真正向下喷火之前 它首先得向上烧一阵子 把原本漂漂亮亮的涂层熏得漆黑之后才会掉头向下 是的我知道你这火箭是一次性的 但也没有必要这样自己召见自己吧 何况引火烧身它不危险吗 实际上人家是故意的 因为用在Delta-4上面的RS-68发动机是一台氢氧发动机 为了使其正常工作 在它运行的前几秒内其实只打开了氢气阀 使发动机内部处于一个负氢的环境 为什么呢 因为相比起氧氢的化学活性要低很多 也不太可能像氧一样 在关键器件还没有真正运行起来之前 就将它们给腐蚀掉了 但这些优先释放的氢总得要找个出口吧 所以它们就会从火箭的尾部排出来 由于密度比空气低很多 便会快速上升 包裹在火箭的周围 为了避免它们聚集到爆炸的水平 发射台上就会制造出火花来将其点燃 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烤火箭的惊人场面 但实际上它反而是减灾措施 工程师认为相比起弄坏发动机 弄脏几片绝缘材料 那是相当值了 其实RS68的省钱之刀还不止这个 就连它的喷嘴也是扣到家了 跟别人埋数百根铜管在里面用冷却的燃料来降温不同 它是直接给它涂上石墨的 所谓的烧石降温 也就是边飞边烧自己喷嘴的降温方式 这不回收的东西就是没人心疼 你看原本应该是透明的氢氧燃烧火焰 也被发动机的愤怒给染成了红色 当然那其实是混合了石墨燃烧成的颜色